秋季气候多清凉干燥,而非为情绪吃脏,喜润恶燥,不秋季意见肺脏之症,被功能减弱,则会出现气断懒盐,周身怕地,自寒怕疯,面色蛋白,皮肤干燥,手足先发热,口罩颜干等症,容易出现感冒,大小便不畅等疾病,会系统功能正常,则接体抗病能力强,不易感冒,精力充沛,皮肤滋润, 二边排泄正常,肺有八怕一肺怕寒,肺温于胸腔,经络与喉,鼻香脸,寒血最易经扣鼻青半肺,又发感冒等呼吸道疾病,反复如此,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,一引发慢性鼻炎,二肺怕热,中医将肺为脚脏,他既怕寒又怕热,肺受热后容易出现咳,痘,气管炎,肺炎等症状,三肺怕燥, 气候干燥时,一耗伤经验而伤肺,顾修记长进口鼻干燥,嘎克无痰等症,四肺怕过度悲,悠,悲伤和忧愁都是负面情绪, 皇帝内经,记载,被则起消,忧愁者,气必塞而不行,说明或度悲哀或忧愁,最易损伤肺气,或导致肺气运行失常, 五肺怕热,有害气体,肺为侵蚀之放,但空气污染,七二手烟,以及室内有害气体,厨房油盐和新装修房中的有害气体,不时伤害着它,导致心气不能吸入,逐气不能排出,六肺怕大便不通,中医认为,肺和大腔经络相通, 大便通常有益肺气下行,比如小儿患肺炎时,如果大便不通,则热毒不能下泄排出,肺部的感染和咳喘会明显加重, 七肺怕药物损伤,药物是伤肺的重要因素,以药物性肺炎为例,轻眉素会导致癫伤,头痛,咳嗽,气急,胸闷,多胎等症状, 埃斯皮莲,布洛菲等减热症痛药可能引发药物性肖喘,加安迭令,胺糖包肝等可能引起药物性被水肿, 八肺怕基础疾病,如感冒,支气管炎,肖喘,肺气肿等,这些疾病可不同程度,的加速肺功能损害, 养肺注意六个最易最简单的养肺法,一杯热水,秋季养肺的最简便一招是积极补充水分, 秋季气候干燥,使人体大量丢失水分,肺开窍于鼻,要及时补足这些损失, 人们可用直接吸入水蒸气的办法使肺脏得到滋润,方法,将热水倒入茶杯中, 用鼻子对着茶杯吸入水蒸气,每次十分钟左右,可早晚各一次,还要强化洗澡措施, 因为皮毛未肺的屏障,秋造醉意伤皮,进而伤肺,细域有利于血液循环, 使肺脏与皮肤进血流畅,发挥滋润肤,为之作用, 二最佳养肺时间,上午吸到九点,一天中养肺的最佳时间是早气点到九点, 这是肺脏功能最强,最好此时进行散步,体操,气功等体育锻炼, 其中气功优维优越,由于球主收藏,故意进攻卫妙,能强健肺功能, 而肺脏功能最弱的时间是晚21点到23点,晚半后口中汗一片梨, 到睡前刷牙石吐掉,可以滋润肺脏,秋季还可以多食蜂蜜、百合、银耳等具有滋液、 润肺、养胃、生津作用的食物,并加强对水分和维生素的摄入, 三最舒服的养肺法,按摩穴外,按银箱学将两手拇指外侧相互摩擦, 有热感后,用拇指外侧沿鼻梁,鼻翼两侧上下按摩60次左右, 然后,按摩鼻翼两侧的银箱学,位于鼻唇勾与鼻翼交接触20次, 每天早晚各做一道两组,扣背于学每晚临睡前端坐椅子上, 两膝自然分开,双手放在大腿上,头正目臂, 全身放松,一手丹田,吸气于胸中,两手握成空心拳, 亲口背部飞鱼,位置在背后第三胸椎及凸下, 左右旁开两指宽处数十下,同时用手找在背部两侧游下智商轻拍, 持时约10分钟,这种方法可以舒畅胸中之气, 有健肺养肺之功效,并有助于体内弹着的排出, 且和疏通脊背筋脉,预防感冒, 似最便宜的养肺法,效口常开,养肺的方法多种多样, 效可能是最便宜起有效的一种,中医有长效宣费一说, 而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效对机体来说的确是一种最好的运动, 尤其是对呼吸系统来说,大效能使肺扩张, 人在效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,清理呼吸道,使呼吸更通常。 另外,人在开怀大效时,可使更多的氧气进入身体, 随着流畅的血液进变全身, 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能获得充足的氧气, 物最有效的养肺法,主动咳嗽, 秋天,人们应注意经常开窗通风换息, 每日早晚可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, 以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有害物质,减少对肺部的损害。 六最美味的养肺法, 棉藕排骨,俗话说和脸一身宝, 秋藕最补人,秋季下逢棉藕上市, 棉藕时疗方具有润脏,养肺之功效, 是除秋糟的佳品, 而连藕配排骨,更是美味又保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